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主我们在这里见面 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 神总是把最好的赐给我们 所以他甚至不吝惜 将自己的独生儿子都给了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放下这世上一切 即使我们认为那些重要美好的东西 因为神希望我们得到那上好的 我们记得每天灵修的时间 就是来到主的面前 就像玛利亚一样 为要得着那上好的福分 祝愿我们也通过今天的话语 神能够把那上好的恩典 赐给我们 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撒末尔记上十五章一到九节 撒末尔对扫罗说 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 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 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带他们 怎样抵挡他们 我都没忘 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 灭尽他们所有的 不可怜惜他们 将男女 孩童 吃奶的 并牛 羊 骆驼和驴 进行杀死 于是扫罗聚集百姓在提拉因 数点他们 共有步兵二十万 另有犹大人一万 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 在谷中设下埋伏 扫罗对基尼人说 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 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 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你们曾恩待他们 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 扫罗击打亚玛利人 从哈非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 申请了亚玛利王亚加 用刀杀尽亚玛利的重民 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加 也爱惜上好的牛 羊 牛肚 羊羔 并一切美物 不肯灭绝 凡下贱瘦弱的 尽都杀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 《撒末尔记》上十五章一到九节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的经文 撒末尔对扫罗说 耶和华猜前我告你为王 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 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 在今天呢 撒末尔 神通过撒末尔来对扫罗说话 命令扫罗呢 要除灭亚玛利人 这里面说 是耶和华猜前我 并且呢 是耶和华神高立了你作王 所以呢 撒末尔说 你应当听从神的话 其实在我们很卑微的时候 在我们很软弱或者不足的时候 有的是我们容易听神的话 但是当我们觉得自己有拥有一些什么的时候 我们有地位了 我们有能力了 我们有财富了 我们那个时候呢 可能会失去起初那种单纯的信靠主 顺服主的心 这就是今天撒末尔对扫罗要说的 他说 是神高立了你作王 所以你应当听从神的话 弟兄姐妹们 你成为今天的你 我成为今天的我 也都是神的恩典 是神一步一步带领塑造我们的 所以不论我们是在低处 是在高处 都要记得 是神高了我们 我们应当听从祂的话 顺从祂的话 我们继续看第二到三节 万君之一华如此说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带他们 怎样抵挡他们 我都没有忘 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 灭尽他们所有的 不可怜惜他们 将男女孩童 吃奶的并牛羊骆驼 和驴进行杀死 在这里呢 神命令要灭绝撒玛利人 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感觉 这个好像跟我们一般认识的上帝 不太一样 神为什么在这里面 这个命令 听起来这么残忍 好像说要把整个亚玛利族都灭掉呢 我们看到啊 在旧约 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八到十六节里面 记载了这个以色列百姓 刚刚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非常的软弱 也没有自己的军队 可以说是一盘闪杀 他们刚刚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啊 亚玛利人就无缘无故的 与以色列人征战 然后呢 想要把以色列人一出 就是要把以色列人 就是相当于扼杀在摇篮里面一样 所以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死敌 所以在十七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十四节里面说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 从天下全然涂抹了 十六节里面又说 耶和华已经起了事 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 所以神在起初的时候 因着亚玛利人的邪恶 他要把以色列人从一开始就灭掉 所以呢 神已经立定了主意 要将亚玛利的名号 从天下全然涂抹 神除掉亚玛利的原因 正是为了保护神的百姓 以色列 然后呢 在下上的十五章十八节里面呢 也说到 耶和华吩咐他们要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 亚玛利人是罪人 他们是非常邪恶的 并且啊 亚玛利呢 其实是一个在整个圣经当中来看的 亚玛利这个民族代表的是 这个世界的罪和一种邪恶的势力 并且这种势力强到一个地步 可以把神的百姓完全吞灭 就是可以把神的百姓完全除掉 消灭这样一个地步 所以亚玛利啊 在圣经当中 另一个很著名的这个亚玛利人呢 就是路德记当 那个就是那个哈曼 以色列的记当中的那个哈曼 他也险些将整个以色列民族都完全的除掉 他象征的呢 就是这个世界的势力 罪的势力 邪恶的势力 可以将神的百姓全然除去消灭的这样一种势力 所以神命令呢 要将亚玛利人完全的除掉干净 这其实就是象征的我们的这个罪 所以对神来说啊 这是一场圣战 要求的是完全的除灭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知道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看那些罪 看那些邪恶的东西 是要完全除灭的 是不能够留一点的 我们要分清楚 神给我们的命令 而不要姑息他们 而不要轻视他们 我们要完全的顺从他的话 把罪和邪恶 从我们的生命当中 完全的除干净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来看一下 下第七节到第九节 扫罗击打亚玛利人 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 苏尔申请了亚玛利王亚甲 用刀杀尽亚玛利的重名 扫罗和百姓却联系亚甲 也爱惜上好的牛羊 牛犊羊羊羔羔 并一切的美物不可灭绝 凡下见瘦弱的竟都杀了 在这之前我们看到了说 神对扫罗的命令是什么呢 就是要将亚玛利人全然的除灭 并且甚至是他们的深处都不要留下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亚玛利人象征的是什么 象征的是罪 象征的是邪恶的势力 所以要将他全然的除尽 这是一场圣战 这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本身 或者牛羊他有没有罪的问题 而是说象征的要把罪 完全的除灭干净的意思 不过我们看扫罗他做的是什么呢 他确实按照神的话呢 去击打亚玛利人 并且呢 神帮助他们大大的得胜 但是最终的结果是 他留下了 第九节说扫罗和百姓 却连惜亚甲 就是他们的王 然后呢 也爱惜上好的牛羊 牛毒羊羔羹 并一切的美物 不可灭绝 在第三节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呢 就说不可连惜他们 但是第九节里面却说的是 扫罗却连惜亚甲 和一切的美好的东西 可能扫罗会这么想啊 为什么要把这些这么好的东西都除掉呢 那些牛羊又没有什么罪 又没有什么过犯 留着多好啊 或者那些金银财宝多么好呢 可能神那个命令只是一种夸张而已 所以呢 他就把下贱受弱的除掉了 把上好的都留下来了 弟兄姐妹们 其实真正会吞灭我们 真正会对我们的生命 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有威胁的 并不是那些下贱受弱的东西 并不是那些一眼看上去都是坏的 就是邪恶的东西 反而正是那些尚好的 反而就是那些在世人眼中 看起来非常美好的东西 在我们基督徒的眼中 看起来也非常好 我们会觉得 神怎么会这么不讲道理呢 这么美好的东西不是神创造的吗 我们不是可以拿来享受吗 但是正是那些尚好的东西 却渐渐的腐蚀我们 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 吞掉我们整个的基督的生命 有的时候我们会根据自己的判断 就像扫罗那样 他用自己的合理性的思维 来修改了神的命令 把神的命令一部分施行了 另一部分他觉得 我就不用去做了 撒旦其实并不是 一出现都是面目猙獰的样子 圣经里面说 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弟兄姐妹们 那些真正让我们生命跌倒 或者软弱的 可能正是那些尚好的 正是那些美好的 可能是我们很容易丢弃那些 很卑贱的 比方说偷窃了 说谎啊 奸淫啊 或者抽烟喝酒啊 这些我们一觉得 一看都是不好的 所以呢 我们很容易去拒绝这样的罪 但是那些名声啊 那些美貌啊 那些成功啊 那些享乐啊 或者过分的追求 所谓的养生 健康 这些东西我们觉得是尚好的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 我们就联系它 这里面说联系它 我们就把它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就让这些东西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但是弟兄姐妹 真正让我们跌倒的 可能就是这些看起来好的东西 我们现在的属灵征战 并不是那么明显 好像我们的敌人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是一个黑的面目猙獰的 往往是美好的 弟兄姐妹们 真的 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来检查 我生命当中 你所联系的 你真正爱的 那个上好的东西是什么 那个东西会不会拦住你和神的关系呢 真的 按照神的话语 能够把那些除灭干净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爸父感谢你 主啊 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话 让我看到 让我省察我里面的罪 让我能够把里面的罪和邪恶 能够除灭干净 不是留下一点 我认为好的留在我里面 主啊 不要让我像扫罗那样 让我能够完全的顺从你的话 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